说到张伯芝和阿娇最大的关联就是燕照门事件了 那件事已经过去那么久了 张伯芝在和谢霆锋离婚之后自己成了单身妈妈 自己带着两个孩子离婚的时候谢霆 锋给他三千万他都不要就要两个孩子 这么多年来也一直很低调享受自己和儿子的幸福生活 现在也已经洗白了 提到张伯芝大家现在说的都是她是一个好妈妈 阿娇也是燕照门事件也给她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但是阿娇这么多年也已经走出来了 事业因为这件事受到很大的挫折 作品都很少有了 但是却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现在正在被孕中准备升级当妈妈了 那件事情在她身上也已经成为过去了 现在过得也很幸福 曾经出现在那则消息中的人如今似乎都 已经退去那件事情带来的阴霾了 就连成关系的生活也已经回到生活的正贵了 找了一个模特当妻子 还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现在变身晒女狂魔 经常在自己微博上发女儿的照片 充当一个好爸爸的角色 陈关希说现在的妻子就是她的家 她妻子在哪她的家就在哪 看来她真的很爱她的妻子了 就在当年那件事中出现的明星都已经走 初音埋过上自己幸福的生活了 12月6日一位女明星却因为这件事又受到了牵连 她的男朋友因为这件事和她分手了 她还割腕自杀了 这个人就是康雅兴 康雅兴是一名模特 身高1米74 典型的黄金比例 16岁就作为模特出道了 今年她24岁 康雅兴出生在上海 但是却藏着一张混血的脸 其实她不是混血是中国人哦 别看康雅兴外表很野性性感 但是其实她骨子里也是一个小女人 她有任何一个小女生对爱情的向往 她对于事业也没有什么野心 认为自己现在就挺好 康雅兴之前也参加过选秀节目 有人问她不是负在意名利吗 为什么要来参加选秀节目 康雅兴则回答 我想证明一下我自己 不为别的 值得有声 可见康雅兴还是一个小姑娘 没有经历过太多的勾心斗角 她心里有着和外表不符的单纯 就是这样一个单纯的姑娘 割腕了 她的男友因为受不了厌照门 事件带给自己影响跟康雅兴分手了 康雅兴也因为这件事自杀了 康雅兴伤得十分严重 还好被她的朋友及时救下来送医院了 不然不堪设想啊 康雅兴在整个治疗过 城中情趣都还十分不稳定 她的人生被毁了 从彩色变成了灰色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就会发生了 这一段时间就会发生了